现代的古典音乐的演奏家 他们技巧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学校训练 训练到他们的每个人出来 都有一身华丽的技巧 那么甚至有时候是会彼此相似 为什么彼此相似 还是因为在学校念书的结果 那么爱德华萨伊德 在他这本乐评及音乐的激进里面 就对这种音乐的专门化的训练 其实非常不满 他认为今天的音乐家音乐人 已经失去了 早辈音乐家那种深刻思索的能力 跟广泛文化连接的能力 今天还有多少作曲家 或者钢琴读咒家 能够像以前的贝多芬那样子 热爱阅读康德的哲学呢 你想想看这一点 你就能够明白 那么反过来讲 今天的古典音乐的作曲家 或者是音乐家 也其实远离了整个文化的生活的核心 就跟过去不一样 18 19世纪欧洲人去听音乐会 知道某个作曲家 或者某个乐团 某个指挥家 某个演讲 对他们来讲 就是他们文化生活的重心 那么现在这个重心的地位 也许已经被电影取代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他认为很奇怪的 倒不如说是 为什么乐是在一些大演奏家 用华丽的技巧 夸张的台风 获得了明星的地位的时候 反而音乐好像衰落了呢 首先他批评音乐比赛 他认为音乐比赛是炫技生涯的起跳板 对钢琴演奏的专门化有促成之力 经营这些比赛的人 是一些奇怪的组合 每每喜欢培养一种必胜主义 这种必胜主义 让我想起运动比赛的世界 服用安非他命和类库存 来提升成绩 以成家常便饭 那么经过这些比赛的钢琴家 很多呢 都不是很有意思的演奏家 但是比如说像他喜欢的 他就提到 他喜欢的柏里尼 柏里尼 就活了下来 部分是因为 在肖邦大赛获胜之后 他没有马上巡回演出 开始大事业 而是进修几年 成为成熟的钢琴家 那么在他看来 钢琴应该怎么弹才对呢 他又说到了 另一个他喜欢的钢琴家 就是20世纪初的 初业中业的 伟大德国钢琴家 肯普夫 Kemp William Kemp 他说在肯普夫那里 技巧是为发现服务的 钢琴是一个塑造知觉的工具 这句话写得真好 而不是发出时髦道具的声音 他谈一切作品 从贝多芬作品 110号末段附格的 严谨对位 到苏曼克莱斯勒魂的奇幻气势 都是如此 他的弹法不自以为是 也不以力道给人印象 但我们感觉到 他在实现 他对音符的解读 很像我们在一段漫长的时日里 学习一件音乐作品 逐渐了解他 终而套用一个漂亮的说法 能够绘之于心 那么当然在他的一生的乐评里面 他要探讨的不只是技巧的问题 而是要探讨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就是音乐 能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 知觉的语言 帮助我们探索世界 在理论跟智慧 理性探索的深度上 达到最严谨 最深奥的理论论述的程度呢 同时他要探讨 这些音乐人 古典音乐 在今天的社会上 跟这个世界的经济 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模式 到底是什么 而在这里面 其实一个最核心 必须要谈的人物 就是他最早写乐评 所评论的那位 加拿大钢琴家 Grand Gu 顾尔德 而顾尔德是他一生之中 几个阶段 反复再三 还要再写的人物 这本文集 几十年下来 集结起来的 他月评精选 我们也看到 他写顾尔德 真的是从第一篇 写到最后一篇 那么在这里面 他就说到顾尔德 为什么那么厉害 为什么他会那么喜欢顾尔德呢 我们在这里面 能够找到一些理由 比如说他就说到 顾尔德呢 我们晓得 他最有名就是谈巴赫 那么谈巴赫呢 谈巴赫是在提出一些复杂 深深引人兴趣的理念 也由此为他生涯的中心焦点 他的生涯成为一个美学和文学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里面的核心 就是巴赫有名的对位法 对位法是什么呢 他写得非常好 他说对位法的本质 在于深部的共识性 对资源的超自然的控制 仿佛无止境的创意 在对位法里面 一个旋律永远都在 被另一个深部重复的过程里面 结果是水平式的 而非垂直式的音乐 那么对位法又非常的惊严 非常的严密 能够无限的推演 但是你要很严格 那么几乎你能够觉得 是能够在这个音 这种模式里面 创造出一整个世界 所以他说精通对位法 在某个层次上 就几乎是扮演上帝 那么而他有可能只是一种 又可能只是一种邪拟 是纯粹的形式 却似扮演具有世界历史智慧的角色 那么顾尔德 在这样的一个宏大的一个计划里面 他做的是什么 他说他的对位法人生观 往前推进一步 作为艺术家 就像巴赫和莫扎特一样 是要彻底组织这个领域 以极度的控制力 将时间与空间细分 也就是取来一系列元素音符 尽可能强迫他们改变 多多益散 然后最后形成一种崭新的 前所未见的一个整体出来 那么同时我们知道 顾尔德是个怪胎 就是中途演奏生涯中止 就跑到录音室录音 就是他无法再忍受 当时已经非常成熟到烂调的 现代古典音乐演奏那个环境 经纪人巡回演奏 明星一般的 在众人的掌声目光前面出场 当然他又投入了另一种 资本主义产业的怀抱 那就唱片叶 但是你可以说他仍然是反动的 他的反动就在于 他有那么高超的技巧 但是他的炫技 是跟绝大多数手指神器的同行不一样 他的技巧不单纯是要给 盈听者观众印象 中而疏离他们 而是要把你拉进来 方法是使你跟他一起 对巴哈的音乐的解读 来创造崭新的思维 也就是说他拒绝让乐器 让钢琴成为在舞台上面 娱乐大家的工具 而是要把它开发成一具 能够引领我们进行深刻思考的 一种中介 在这个思考里面 他把巴哈的对位法 看成是一种 我们对待世界的一种模型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创造 或者模仿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